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重整计划的制定和批准的问题 首先先来看重整计划的制定的主体 那这个主体呢其实就取决于谁去管理着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 如果说是债务人自行管理的话 这时候呢就是由债务人去制定重整计划草案 好如果这时候是由我们的管理人来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那这时候就由管理人来制作相应的重整计划草案 好那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重整计划草案 你需要在什么样的实现之内来进行提交 那在这里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该呢 是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的六个月内 同时呢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来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也就是原则上你应该是在六个月之内 把重整计划草案拿出来 如果说上述规定的期限借满 我们呢经债务人或者是管理人的请求 有正当理由 人民法院呢可以裁定延期三个月 也就是最多最多就只能是六加三 如果说我们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没有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 那在这时候呢人民法院直接裁定终止重整程序 并且宣告我们债务人破产 好那我们呢一起来简单的看一下重整计划草案 它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包括了债务人的一个经营方案 也就是后续我们准备怎么样对债务人来进行一个经营 那我们的债权的一个分类 然后呢包括了债权的一个调整方案和它的受成方案 以及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 还有我们重整计划执行的一个监督期限 那这个执行呢肯定是由债务人自己去执行 那这个监督呢是由管理人来进行监督的 因此一个是执行期限 一个呢是监督期限 最后呢是有利于债务人重整的其他方案 好那在这里呢 大家稍微简单的去关注一下重整计划草案它的内容 好那紧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重整计划 它的一个审议批准的问题 那这个呢绝对是考试的一个重中之重 希望大家呢重点的来进行盯防 可以说如果明提老师考到重整这一块 那关于呢重整计划的一个审批这块 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来明确一下 关于重整计划的一个批准 那其实呢我们是分组来进行表决的 也就是呢把不同的各种各样的债权人 按照他们债权的一个种类不同 给他进行分组 好那我们呢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就是说 你必须要进行的几类分组 那这些呢是写在破产法里的 这几类债权人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分组的 好我们主要呢其实是分成了这样的四个组别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下列各类债权人呢 我们参加去讨论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 要按照下列的一个债权分类 分组对重整计划草案来进行表决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 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那这个呢也就是享有担保权的这个优质债权组 他们呢是一个单独的组别 那第二个组别呢其实就是职工债权 也就是债务人所欠的职工的工资 以及呢医疗、商产补助、抚恤费用 以及所欠的应该滑入到职工个人账户的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以及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也是单独的一个组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债务人所欠的税款 以及呢我们的普通债权 主要呢是分成了这样的四个组 好那这四个组呢是我们必须要去设置的 好那还有一些组别呢是我们可能需要设置的 比如说这个小额债权组的问题 那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决定在普通债权组当中 再去设一个小额债权组 对重整计划草案来进行表决 但是这里边这个小额债权组 我是必须要有吗 你注意不是 它是可以有可以没有的 那究竟是否要设置 是由人民法院来进行决定的 那这样的一个点 其实之前呢也是考到过那年真题的 那我们今年呢在这块地方 其实有一个新增 所以呢需要大家重点的来盯防一下 他谈到的是说在司法实践当中 更为常见的做法呢 是设定统一的数额标准 对于每个普通债权 在该数额以下的部分 我们均给予呢高比例的一个清长 好这个呢你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说密提老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方案 那这时候你要知道 说其实在司法实践中 它也是常见的一种做法 那这个做法呢也是具有合法和规性的 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资人组的问题 那在这里边债务人的出资人代表 我们呢可以去列席 讨论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 这个呢说的是你本身 其实就可以来进行列席 但是如果说咱们在重整计划草案中 涉及到出资人权益的一个调整事项 你对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了 那这时候你都对别人权益进行调整了 那在这时候呢 我们就应当要去设置一个出资人组 对该事项进行表决了 好那在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出资人组 其实呢原则上才是不设的 也就是说它最多只能是列席 还记不记得我说过 列席的话你只能是来开个会 小嘴巴巴的动一动 这时候你是不享有表决权的 但如果说重整计划草案 涉及了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 那在这个时候出资人组就必须要设了 而且呢别人是可以对这个事项来进行表决的 好那在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 由于出资人组 它其实说白了 就是这个公司的这些股东 所以说呢这个出资人组 它在表决的时候 它的决议规则是非常特殊的 也正是因为它非常特殊 你能够发现过去三年连考了三次 好那这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出资人组对于呢重整计划草案当中 涉及出资人权以调整事项的一个表决 应该呢是经参与表决的出资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这个时候就为该组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公司法去学习到的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只是说呢它现在是在破产法框架上 这个措辞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它现在的措辞是 参与表决的出资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但其实本质说的就是这个含义 因为呢对于出资人组 它其实就是公司股东的身份 因此呢对于这个组别 我们是单独的享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决议规则 这个点请大家特别注意丁房 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考到的一个点 好呢如果说我们是上市公司重整 那在这里边上市公司或者是管理人 我们是应当要提供网络表决的方式 为出资人行使表决权来提供便利 好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说对于社保统筹账户的社保债权人 我们是不参加表决的 那在这里边呢我们注意一下具体的规定 也就是重整计划 我不得呢规定减免债务人欠缴的 应该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 那这块我之前一直和大家说 说我们这个社保呢它其实分成两个账户 一个呢是个人账户 也就是划入职工个人的这些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 这个呢其实是属于职工债权的 那如果是我们除了个人账户以外 还有一个对公账户 那现在我们谈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对公账户 只是说它用法言法语来说呢 它叫做社保统筹账户 那在这个里边 如果说我们欠缴的是这个对公账户的 这些社保费用 那对于这部分费用 我能不能够规定减免 你注意不可以 重整计划呢是不能够去减免 纳入到社保统筹账户的社保费用的 那既然是说我们的这个债券人 你的债权其实呢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个让步 那因此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您就不需要来参加了 好那大家呢注意一下 其实你能够想清楚一个问题 你就可以理解这个点了 就是所谓的一个重整计划 往往呢是债权人 你要对自己的债权进行一些让步 比如说可能我这个本身利息我就减免掉了 那这个债权的本金呢可能打个折 打折之后呢可能未来 按照我们的清偿计划 你是在未来的几年之内 逐步的来对他进行清偿 所以说这个债权人往往是做出了一定的牺牲的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大家一起来努力挽救这个债务人 那债权人呢肯定也是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包括像我们这个债务人的出资人 他可能也要牺牲一部分自己的权益 来挽救这个债务人 但是我们这里边谈到的这个 纳入到社保统筹账户的这个社保债权人 由于你因为自己的法令执责 我们是不能够对自己的债权 进行一个任何的让步的 所以说这块 既然说你的合法权益 没有受到影响 那更坦率的说 就是你的合法权益 没有受到任何的减损 那这时候您就甭来表决了 因为其实参加表决的其他人 往往就是他们的权益 可能呢会做出一定的牺牲 那这时候肯定呢 要经过他们的一个同意 他们要来表决 好这点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对于那重整计划草案 我们在分组表决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权益 因为重整计划草案 受到了调整或者影响 那不管你是债权人 还是股东 那这时候你就有权 来参加我们的表决 好如果说你的权益 没有受到调整或者影响 那不管你是债权人也好 股东也好 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你就不能够来参加重整计划的表决 所以说前面为什么 我们这个纳入社保统筹账户的债权人 他不需要来参加表决 道理呢其实就在这里 好那在这呢 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但是呢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对于这个表决权的一个限制 它其实呢仅仅是适用于重整程序当中来 那这一块呢我们不能够据此否认 说权益没有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 在我们的破产清算或者是和解程序中不享有表决权 你这种呢是不能够扩大去使用的 这块只是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关于重整计划草案的一个决议规则 那在这里呢 首先人民法院应该自收到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的30日内 来召开债权人会议 对重整计划草案来进行表决 好那在表决的时候 其实呢我们是分组表决 首先呢是一个组一个组 来看这个组是不是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然后如果最后各个表决组 我们都能够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重整计划才为通过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说这个每个组它的一个决议的规则 那这里边每一个组呢 就是出席会议的同一个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 同意重整计划草案 并且呢其所代表的债权额 要占到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认为 是这个组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那在这里边呢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边的组它其实指的是这个债权人组 如果你要是这个出资人组 你注意出资人组的这个决议是这个 也就是经参与表决的出资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所以我们这块说到的 它其实是一个债权人组 那每一个债权人组首先呢是属人头 那这个人头的话我的这个分母呢 是出席会议的这个人做分母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债权额 这个债权额呢是整个这个组别 债权额的总额 我要大于等于三分之二 那这时候呢才算我们这个组通过了 那这块呢我们的债务人或者是管理人 应该呢向债权人会议就重整计划草案来做出说明 并且呢我们回答相应的询问 好那这个是某一个组 说这个组是不是通过了 然后只有所有的组均通过这个重整计划草案的时候 我们的重整计划呢才即为通过 所以说这里边重整计划草案 它其实是分组表决的 好那我们呢在债权人会议通过之后 还要向人民法院来申请批准 也就是自重整计划通过之日起的十日之内 债务人或者是管理人 应该呢向人民法院来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 如果是人民法院经审查 我认为呢符合了破产法规定 这时候呢自收到申请之日起的三十日以内 来裁定批准 并且呢终止重整程序 并且预议公告 那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其实呢重整计划它的一个执行阶段 并不在我们的重整期间里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重整计划最后 得到了人民法院的一个批准 这时候呢它也会终止我们的重整程序 那你记住随着重整程序的一个终止 这个重整期间呢就结束掉了 我们的重整期间是从人民法院 裁定受理我们这个重整开始 一直呢到终止重整程序 这个期间才属于我们的重整期间 而我们重整计划的执行 它是没有在重整期间里边的 这一点请大家特别注意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二次表决的问题 那在这里它谈到的是说 如果呢我们有部分的表决组 那确实第一次表决的时候 没有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那在这个时候呢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可以呢没有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 来进行协商 那这个表决组呢 我们是可以在协商以后再表决一次 但是你注意双方的协商结果 你不得损害其他表决组的利益 你不能说其他人 好我们都给你通过了 这时候呢你在去协商的时候 你损害我们这些表决组的利益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人民法院强制批准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呢 没有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 我拒绝再次表决 因为你去看法条 我们说的是呢 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 也就是说这个二次表决 是可以有可以没有的 所以呢如果说 我们这个没有通过的表决组 我拒绝再次表决 或者说呢我同意再次表决 但是呢再次表决仍然没有通过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下列条件 这个时候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直接去批准我们重整计划草案 也就是说人民法院 它其实是有一个强制批准的权利的 好那要符合哪些条件 人民法院才可以强制的去批准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按照重整计划草案 对于债务人的特定财产 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就该特定财产 我们将获得全额的一个清偿 或者呢其因为延期清偿所受到的损失 将得到了公平的补偿 并且呢其担保权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一个损害 或者是该表决组呢 已经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好这个呢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呢就是按照重整计划草案 只供债权税款债权将获得全额的清偿 或者是呢相应的表决组已经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第三呢就是按照重整计划草案 普通债权所获得的清偿比例 我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草案被提请批准时 依照我们破产清算程序所能够获得的清偿比例 或者说呢该表决组已经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好那接下来第四呢就是重整计划草案 对于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 或者是出资人组已经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好那第五呢就是重整计划草案公平的对待 同一个表决组的成员 并且呢所有规定的债权清偿顺序 并没有违反破产法的规定 第六呢就是债务人的经营方案 你要具有可行性 好那如果说你符合这些条件的话 这时候人民法院呢 是可以行使自己的这个强制批准的一个权利的 好那如果说人民法院经审查 我认为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上述的规定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自收到申请制止期的30日内来裁定批准 同时呢终止我们的重整程序并预公告 好那毕竟呢这是一个人民法院 强制批准的一个权利 因此人民法院应该呢 审慎的适用上述的一个规定 你不得滥用强制批准权 如果说我们确需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那这时候呢重整计划草案 我们呢除应当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之外 如果说呢债权人分多组 还应该呢至少有一组 已经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并且呢各个表决组中反对者 能够获得的清偿利益 不低于其依照我们破产清算程序中 所能够获得的利益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说如果重整计划草案 没有呢获得通过 并且呢没有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获得一个强制的批准 又或者呢是已经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 没有获得批准 好那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块呢就是说你这重整计划草案 没有通过 而且人民法院也没有强制审批它 又或者说呢 虽然我们这个重整计划草案 在债权人会议这儿是表决通过了 但是呢你拿到人民法院呢 被否了 没有获得批准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其实呢人民法院就要终止 我们的重整程序 并且呢宣告债务人破产 那你能够看出来 不管说将来人民法院 我是不是去批准这个重整计划 那其实呢我都会去终止重整程序 只不过说呢 如果我是批准的话 将来我就不会宣告债务人破产 而是进入到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 而如果说我没有能够得到 人民法院最后的一个批准 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但要终止重整程序 而且会宣告债务人破产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稍微带着大家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我们前边一部分呢 其实给大家讲解了这么几个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重整的一个申请 那这块内容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主要是包括了初始申请和后续申请 这块内容呢其实我们之前是在总责的里边 给大家讲到过的 那这块呢更多的是一个复习的性质 但是呢你不要小看这个知识点 就是一般来讲如果命题老师 他以重整作为我们破产法考察的 这个案例背景的故事线的话 他十有八九呢会在申请这个地方 来命制一个小问的 好那紧接着从人民法院裁定 受理重整之后呢 我们从裁定重整开始 就进入到了一个重整期间 那这个重整期间呢 其实就是我们四海八荒 所有的人大家一起来努力 挽救这个债务人的过程 我稍微呢带着大家来梳理一下 首先呢在重整期间 其实呢我们是可以由债务人 或者呢是由管理人 来对债务人财产进行管理 和营业事务的执行的 只是说呢如果是债务人的话 你必须自己主动的向人民法院 去提出申请 在得到人民法院许可之后才可以 另外呢如果是债务人 自行的去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话 你必须呢要受到管理人的一个监督 那这时候管理人的一个监督 也是呢最近几年非常喜欢考到的一个点 那你稍微呢去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在重整期间 我们的担保权暂停行使 取回权呢暂时受到限制 我们呢可以为了继续营业而进行借款 那这个借款呢可以参照公益债务进行清偿 我们也可以呢为了去这个借款 来设定相应的一个担保 那在这里边我们出资人在重整期间 就不能够呢要求我们的债务人 去进行这个投资收益的分配 那我们债务人的董监高 在重整期间原则上呢 也不能对外去转让 其所持有的债务人的股权 这里边呢就是一些主体 我们呢在重整期间 如何通过自己的一个努力 在挽救着我们的债务人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 我们关于重整计划草案 那关于这个重整计划草案 特别注意的就是由谁 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来提出 那在这个里边就要看 说关于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 究竟是由谁来管理和执行 如果是债务人自己 那就是债务人来起草 如果是管理人 就是由管理人来起草 那这块呢 从人民法院裁定授领开始 一般来讲 你应该是在六个月以内 来提出这么一个重整计划草案 当然如果有特殊情形 我们呢可以再延长三个月 好这个实现的话呢 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现在 如果说咱们已经起草好了 重整计划草案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该对它进行一个表决了 那我们的一个决议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的决议其实是分组表决 那在分组表决的时候 有这么几个点 是命题老师非常喜欢考到的 首先第一 就是关于这个分组的规则 因为我们这个分组就非常的有讲究 我必须要分哪些组 我可以去分哪些组 那比如说你的权益受到调整和影响的 出资人 这个呢又是必须要有的 就是如何来进行分组 这个点就是呢 有可能会考到的一个点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分组以后 我们其实呢会有一个决议 那它的这个决议的一个规则 应该是分组表决 然后每一个组呢都过掉才可以 那另外呢 如果是出资人组 是出席会议的出资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好如果是债权人组的话 首先是属人头 是出席会议的这个表决组的债权人 我们呢必须是过半数 然后呢再加上 我们的这个债权额 是大于等于三分之二 那这个债权额呢 是我们整个这个表决组的债权额 做分母 不是来开会的 是整个这个表决组的债权额做分母 那你稍微呢去注意一下 每一个组的一个决议规则 只有这每一个组都通过了 这个时候呢才算是我们债权人会议 把这个重整计划草案呢 给它通过 但是通过了之后 你还要得到人民法院的一个批准才可以 那在这块 如果说呢我们个别的组没有通过 我们呢可以进行协商 可以呢二次表决 另外你再注意一下 人民法院呢 其实在批准这块 我们还享有一个强制批准权 好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 整个的一个重整的申请 到重整的期间 然后呢到重整计划 那现在呢看起来 说人民法院已经批准了我们的重整计划 那接下来呢就是面临着 我们债务人对于重整计划的一个执行了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重整计划的执行 一定是由债务人来进行执行 由管理人呢来进行监督 好我们来明确 说重整计划就是由债务人来负责执行的 那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后 如果说呢已经接管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人 应该呢向债务人去移交财产和营业事务 好那接下来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 有可能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 导致原先的重整计划无法执行 这时候我们可以呢申请变更一次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重整计划执行中的变更条件和程序 那原则上我们的债务人应该呢严格的去执行 重整计划 但是如果说因为出现了国家政策调整 法律修改变化等极为特殊的原因 导致原重整计划无法执行 那这时候债务人或者是管理人 我们呢可以申请变更重整计划一次 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 如果是债权人会议决议 同意变更重整计划 那在这时候呢我们是自决议通过之日起的10日之内 提请人民法院批准 好那这块债权人会议不同意 或者是人民法院不批准 我们呢这个变更申请的 这时候呢人民法院经管理人 或者是利害关系人请求 我们呢应该裁定 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 并且呢宣告债务人破产 好这个呢其实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去变 如果说呢别人就是不同意你变 那这时候原先的计划你又没有办法执行 那这时候呢只能是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 并且呢宣判死刑 就是宣告债务人破产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同不同意咱们变 好那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说 如果现在人民法院裁定 说同意我们去变更重整计划了 那这个时候呢债务人或者是管理人 你应该呢重新在六个月内 提出一个新的重整计划 然后变更后的重整计划呢 我们要提交给因为重整计划变更 而遭受到不利影响的债权人组和出资人组 来进行表决 那在这里表决申请人民法院批准 以及人民法院裁定是否批准的程序 与原重整计划的相同 好那在这里呢你去注意一下 如果说我们对于重整计划 对它进行了一些变更 那在这里仍然是说你遭受到不利影响 也就是被影响被调整了的这些出资人组 和我们的债权人组 他们来进行一个分组表决 那在这里呢大家注意一下说 谁可以来进行表决的问题 那其他的一些程序性的事项 和原来的重整计划审批通过是一致的 那这个呢也是去年考到的一个点 希望大家呢去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22年的一个新增 就是这个纳税信用的一个修复的问题 这个呢你稍微去读一读 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也就是在重整和和解程序当中 我们税务机关依法收藏以后 管理人或者是破产企业 可以呢向税务机关提出纳税信用修复的申请 那这时候税务机关根据人民法院出具的 批准重整计划 或者是认可和解协议的裁定书呢 评价起纳税信用级别 如果说已经被公布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 信息的上述破产企业 经税务机关确认以后 我们呢停止公布 并且呢从公告栏中进行撤出 并且将相关的情况及时通知 实施联合惩戒和管理的部门 那有关部门呢 应该依照各自的法定职责 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我们去解除惩戒 保障企业呢在正常经营和后续的一个发展 这块谈到的就是一个纳税信用修复的问题 好那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道呢 19年的单选题 它说根据企业破产法律制度规定 在下列各项中 负责执行重整计划的应该是谁 负责执行的应该就是债务人自己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A选项 好那接下来 有人执行就总要有人监督 因此呢重整计划的监督 它是管理人来进行监督的 那这块我们之前再去和大家探讨 我们重整计划内容的时候和大家明确过 它包括一个执行期限 还包括一个监督期限 所以重整计划当中 我们就应该对于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 给它规定出来 那在这个里边 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 那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之内 是管理人来监督重整计划的一个执行 那在这里在监督期内的债务人 应该是向管理人来报告 我们重整计划执行的情况和债务人的财务状况 好那在这里等到监督期届满 管理人向人民法院去提交自己的监督报告 自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 管理人的监督职责就终止了 那在这里管理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监督报告 重整计划的利害关系人 我们是有权查阅的 另外经管理人申请 我们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延长 重整计划执行的一个监督期限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重整计划它的一个效力 那经过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 对于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 我们均有约束力 包括对债务人特定的财产 享有担保权的这个债权人 那在这里边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保证人 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 我们是不受到重整计划的一个影响的 那在这时候 你对保证人享有的保证债权 或者说对于其他连带债务人 所享有的这个债权 我们是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 换句话说 你还是可以去朝他们去主张自己的权利 好那接下来再看 如果说债权人 我们没有依照破产法的规定来申报债权 那在这个时候呢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你是不得来行使自己的一个权利的 比如说你主张债务人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就向你清偿债务 这时候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你可以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以后 可以呢 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 同类债权的一个清偿条件 来进行收藏 也就是行使权利 那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如果说债务人现在又开始作 也就是他不能执行 或者是不执行重整计划 那这时候呢 人民法院 经管理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 我们呢 应该裁定终止 重整计划的执行 并且呢 宣告债务人破产 好那在这里 如果说人民法院裁定终止 重整计划的执行 那这时候我们债权人 之前在重整计划中 做出的债权调整的承诺 他就失去效力了 也就是当初我为了挽救你 我可能确实对我的债权 做过一些调整 那这个时候既然说 现在我们整个 重整计划的执行 都执行不下去 被废掉了 那进而当初 我做出的这些承诺呢 肯定也是要失去效力的 但是我们呢 为了重整计划执行 所提供的一个担保 这个呢 是有效的 那请大家去注意一下这点 另外呢 就是我们债权人 因为执行重整计划 所受到的这个清偿 它是仍然有效的 那在这里边 如果债权 没有受清偿的部分 我们呢 仍然是作为破产债权的 那在重整计划执行中 已经受偿的这个债权人 你只有呢 在其他同顺位的债权人 同自己所受的一个清偿 达到同一个比例的时候 你才能呢 继续的接受分配 这个主要还是说 在整个破产法的框架下 我要保证的 其实是所有债权人的一个 公平受偿的问题 那这块呢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 如果说呢 我们这个重整计划 顺利的执行完毕了 也就是按照重整计划 减免的一个债务 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期 那这时候呢 债务人就不再去承担一个 清偿责任了 也就是如果将来 我们的这个重整计划 顺利的执行完毕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无债一身轻 好 请大家呢 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 那我们讲解到这里 其实呢 关于重整 就给大家呢 介绍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在最后呢 再回到我们开篇的时候 给大家呢 放置的这张 关于重整的这个框架图 希望大家呢 再来好好的去品位品位 回忆回忆 也希望大家呢 在课下的时候 你可以结合着这个图 把关于重整的很多内容呢 能够给它回忆起来 好 我们稍微带着大家 简单的来过一下 那首先最开始的时候 一定呢 是要有一个重整的申请 那这个申请 它可以是一个初始申请 也可以呢 是一个这个后续的申请 那这个后续申请 你特别注意一下 它申请人 既包括了债务人自己 也包括呢 出资额 占我们债务人注册资本 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资人 那这块呢 多了一个出资人 这个点呢 相对来说 会比较特殊一些 你稍微去注意一下 然后呢 就是人民法院 裁定我们的债务人进行重整 那从这开始 到最后 我们终结重整程序为止 这个期间呢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重整期间 好 那在重整期间 我们来看几件事 首先第一 究竟是谁 再去负责债务人的营业和财产管理 这块呢 可以是管理人 也可以是债务人自己 但是债务人自己的话 你必须让人民法院提出一个申请 好 另外呢 就是在重整期间 是我们各方主体一起去挽救这个债务人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的担保权 取回权 是暂时呢 停止和收限的 那这块可以为了继续营业而借款 它是参照公益债务进行清偿 可以为了借款去提供一些担保 那在这时候咱们的出资人不能请求 这个投资收益的分配 董建高呢 原则上不能对外去转让 其所持有的债务人的股权 这些都是重整期间的一些规定 好 那接下来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给大家介绍了 说不管是谁 负责我们这个债务人的一个营业和财产管理 谁呢 就有义务去起草这个重整计划草案 那这个重整计划草案 应该呢 是在六个月 最多在延长三个月的期限之内 你呢 必须向我们的人民法院和债权会议 来进行一个提交 那提交出来这个重整计划草案之后 紧接着就是对它来进行表决了 那在表决的时候 首先第一 我们一定是分组表决 好 那在表决的时候 我有哪些组是必须要设的 哪些组是可设可不设的 那请大家呢 特别去注意一下 特别是这个出资人组 相对来说呢 非常的特殊 出资人组什么时候设置 以及出资人组 它的一个决议规则 这个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紧接着把分组聊明白了 就是呢 我们分组来对它进行一个表决 那我们每个表决组的决议规则 也是密提老师特别喜欢考到的点 好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 将来呢 可能就是要人民法院进行批准 那批准之后 我们的一方面 终结掉重整程序 同时呢 进入到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来 好 那如果说没有通过 那在这时候呢 其实人民法院 首先我们可以怎么样 二次协商 那如果二次协商不成的话 人民法院也可以强制的对它进行通过 那如果强制通过了 也是呢 终结我们的重整程序 然后进入到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 好 那如果说确实没有通过 或者说你虽然通过了 但是人民法院没有批准 这块呢 都会导致我们终结重整程序 而且还会宣告我们债务人破产 好 那现在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的重整计划 已经得到了人民法院的批准 那这时候就到了它的一个执行的阶段 那在执行的阶段 大家呢 去注意一下 是债务人负责重整计划的执行 管理人对它进行一个监督 好 那在这里边呢 你注意两个问题 一个呢 就是说在执行的过程之中 如果说确实发生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情形 导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执行下去了 这时候呢 我可以申请一次变更 好 那这个变更呢 首先就是你要问别人 是不是同意这个变更 那另外就是在同意变更的基础之上 我们呢 这个变更之后的重整计划 那它呢 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一个主体来进行决议 也就是它的这个权益遭受到不利影响的 这些债券人和出资人 他们呢 是需要对变更后的重整计划来进行一个决议的 那这块涉及到一个变更的问题 那另外呢 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 如果你顺利的执行 那将来就是无债一身轻 就彻底把你救活了 那如果说呢 你执行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太好的行为 这时候可能呢 我们就需要去终止执行 那在终止执行之后呢 其实还是会去宣告我们的债务人破产的 所以说这块呢 就是整个重整 希望大家呢 还是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来进行计议 好 那关于重整的这个单元 就和大家呢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